尽管自动驾驶汽车今年5月 在美国发生第一宗夺命意外 但是无人驾驶技术依然是汽车行业 无法阻挡的新趋势 日本科技企业DNA和法国企业 合作研发的全电动无人驾驶巴士 Robot Shutter 昨天开始在东京市中心试跑 外形可爱安全至上的无人驾驶巴士 有望成为东京的人气交通工具 这一款无人驾驶巴士 车身用铝和玻璃纤维打造 轻便耐用可以再有12人 依靠全球定位系统GBS规划出行路线 不需要人类驾驶 就能沿着设定的路线行驶 最高时速为40公里 一次充电能行驶10小时 而且还安装了电梯 方便老人家和残障人士上下巴士 繁忙的东京 每一天有27亿人口使用公共交通 德纳公司放眼这款巴士 未来能够解决社区交通接驳问题 2 2 3 4